大家好我是马丁 今天给大家带来 明日探柯南Q一版第102-103集 海外称分版第108-109集 古装演员杀人事件 今天古装剧演员土方姓三郎 邀请毛利到他家做客 一向直演古装剧的他 刚接了一个侦探的角色 因此希望身为明日侦探的毛利 能够给他一些建议 土方的妻子永苍永美 是一名漂亮的女演员 最近正在和其他男演员闹绯闻 一度传出夫妻俩要离婚的消息 虽然土方激励成青 但公寓楼下还是蹲了许多狗仔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土方带着毛利他们从后门进去 电梯门一开 迎面走出一名男子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土方妻子传闻中的外遇对象 王冲田一演员 住在土方家隔壁 难怪会传绯闻 电梯内 土方把自己的名片发给毛利一行 通过名片 毛利他们这才知道 土方简直就是毫无人性 在五楼有一套房就算了 整个六楼都是他的 土方表示 六楼以前租给别人办公 不过现在没人了 这时电梯来到五楼 也是土方居住的房子 出来开门的正是土方的妻子 永仓永美 一见面 夫妻俩就小小的撒了一把狗粮 根本就不像传闻中的那样夫妻不合 正在闹离婚 然而 在客厅等了足足半个小时的毛利等得烟饮饭了 打算拉一根捷捷馋 其料 打火机点不着 四下寻找 终于在电视机上找到一个手枪打火机 但是 扣下扳机后 想象中的火苗不但没有出现 反而因为用力过大把扳机弄断了 就在这时 迟迟未出现的土方端着查进来了 清击之下 毛利只好把脏物藏在身后 土方表示 因为他这次扮演的侦探角色经常和凶手发生枪战 所以他特意买了一把模型枪回来练习 边说边带毛利到阳台上看影片开头发生枪战的地方 这时隔壁冲田家的电话铃声响了 众人寻声望去 只见勇美缓缓地倒在阳台上 见状 毛利心急忙地跑到隔壁冲田家 敲门无人应答后 大家决定分头行动 毛利下楼找管理员开门 土方守在门口 防止冲田逃跑 小兰去隔壁的警察局报警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只是在上楼的时候不知为何 电梯迟迟不下来 索性楼层不算高 毛利决定跑上去 刚到五楼 管理员还没来得及拿钥匙开门 听到动静的冲田就自己开门了 好为悬念 勇美已经死了 根据死者脖子上的几道吸雷痕 毛利推测 勇美是被凶手用吸线类的东西 勒入颈部后窒息而死的 死亡时间不超过半小时 随后赶来的法医证实了这点 并且警方也在冲田家的地板上 发现了作为凶器的钓鱼线 因此冲田有重大作案嫌疑 然而 当柯南蹲下来查看尸体时 无意间看到土方露出一抹恐怖的笑容 加上勇美腋下有严重的摩擦痕 尸体有搬运的痕迹 种种迹象都表明 此案恐怕另有乾坤 这时 冲田家的电话铃声响了 是在一楼警戒的高木打上来的 原来 听到风声的记者都想上楼采访 对方人多事众 高木快拦不住了 于是毛利提议由他应付媒体 木木警官趁机把嫌犯冲田一颗证人土方 带回警察局 与此同时 柯南盯着电话若有所思 从冲田口中得知 他家只有一部电话之后 十分确定凶手不是冲田 但让他想不明白的是 凶手是如何避开冲田的耳目 把尸体放到他家的阳台上的 直到他无意间看到电梯显示板上的数字后 这才火人大悟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 凶手的作案手法了吗 柯南表示 冲田而凶手的前提是案发现场 也就是永美倒下的阳台是在他家 如果不是的话 那凶手就另有欺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土方六楼的房子装修的跟五楼一模一样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要让大家产生一种案发现场在五楼的错觉 其实真正的案发现场是在六楼 因此 凶手就是土方 土方把毛利带到601号房 让大家误以为那是五楼 然后趁毛利在客厅等他的时候 到隔壁把永美勒死 再做点手脚 让永美的尸体在他计划的时间里自动掉在阳台上面 然后他又回到601号房招待毛利一行 有意的把他们带到阳台上欣赏风景 再用手机拨通隔壁房间的号码 让大家误以为永美倒在了冲田家的阳台上 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案发后 他们去隔壁敲门却无人应答 接着 又趁毛利去拿备用钥匙的时候 开门进入602号房 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 绑在永美的腋下 再把它往下掉 利用摇摆的方式放到楼下冲田家的阳台上 所以永美的腋下才会有明显的雷痕 虽然从楼上把永美的遗体掉下去的方法比较危险 但公寓的阳台都是面朝河流 被人目击的可能性很低 就算尸首将永美摔下去 也可以推给凶手 做完这一切后 把六楼房间的号牌放回来 再到五楼冲田家门口守折 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 为了多争缺点时间 他还故意把电梯停在上面久一点 对此木木警官有些不解 毛利他们坐电梯上楼的时候 通过电梯的显示板 应该知道到了几楼 当时为何没有注意到 柯南解释道 因为土方在显示板上动了手脚 他把显示板左下方的直线涂黑 如此一来 数字6看起来就像5一样 楼梯到达2楼时 为了避免露线 他还特意发明片 分散大家的注意力 再用身体挡住显示板 所以不论是楼层的显示板 还是楼层的按键都被土方遮得严严实实的 唯一能觉察到这个异常现象的机会就是 毛利下楼找管理员的时候 但那时候他一心只想快点下楼 根本没有心思注意到那个地方 听罢 土方开始了经典的要证据环节 河南表示 证据就在6楼的客厅里 客厅的地板上有手枪的扳机 藏在沙发底下的手枪上有毛利的指纹 那是毛利在客厅等土方的时候 不小心弄坏的 说明毛利他们一开始上到的就是6楼 而不是5楼 同时也说明 油梅倒下的阳台 是在6楼的土方家 而不是5楼的冲田家 事已至此 三郎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 他之所以杀害永美 一是无法忍受永美出轨 二是惦记上了永美的保险金 让毛利做目击证人 并不是小看毛利 而是为了赌一把 如果他能够在毛利这个名探面前 瞒天过海的话 那他接下来要演出的那个侦探角色 也许可以开创他事业的第二分 那客厅又如何发现凶手不是冲田的呢 原来冲田家电话铃声 和案发时在阳台上听到的铃声不一样 虽然土方为了成功嫁货给冲田 特意买了一部和冲田家一样的电话 但好巧不巧 冲田昨天又换了一部电话 以上就是名探柯南 古装演员杀人事件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喜欢马丁讲故事的朋友 可以点个关注支持一下哦